大家认识 今天晚上 那个 白凉 要不先去我屋里坐会儿 屋 哪儿啊 你有屋吗 这帘子一盒就 去看看光明哥哥 对吧 来 邀请 谢谢 谢谢 光明哥哥 我是百灵 我来看你了 二哥 百灵来看咱们来了 冯光荣 我想单独跟光明哥哥说几句话 那个 你要跟二哥单独说呀 行 那我在外边聊你啊 去吧 光明哥哥 夏衣男对你好不好啊 他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啊 他有没有偷懒 有没有嫌弃你啊 我跟你说 现在 好多人喜欢我追求我呢 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 因为在我心里 谁也比不过你 只有你最好 对不起 光明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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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改完了 改修了 改修了 谢谢你啊 一楠 不客气 小灵 白灵 那个 小夏该好吧 李小夏 你费得着浪费人家疑难时间吗 你自己是什么条件 心里没点数吗 身高长相这些就不说了啊 咱们就单说专业 唱歌跳舞主持朗诵 你每一样拿得出手 你没有一样拿得出手 你说就这个条件 你还想上调到曲尾 你这不是做梦吗 白灵 我虽然各方面都比不上你 可既然这选调 顺便向整个宣传队的 那我总可以试一试吧 是 当然当然 是是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 你没有必要浪费人家疑难时间 是吧 疑难 没有啊 她没有浪费我时间 一点没耽误时间 小夏 你常来啊 疑难姐 那我先走了 走了 小夏 慢点啊 那个 白灵找我什么事啊 你俩 那个 你都帮小夏写一份申请了 你帮我也写一份呗好不好 行啊 你把原稿拿来 原稿 我写了 我写了 但是我觉得我那份写得不太好 没关系的 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 怎么帮你改一改 对 你扫着看看吧 就二十多个字啊 我也没数啊 十二十多吗 我也没数啊 十二十多吗 尊敬的领导 我实名举报 前进机械厂宣传队员工陆百灵 公然在宣传队排练期间 演唱淫会歌曲 影响革命作风 破坏长风长计 已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陆百灵生活作风不正派 如果进入区委工作 将会影响相关单位的整体形象 请领导明察 前进机械厂宣传队职工李小夏 我怎么继续所调的 我这真没法帮你改啊 你怎么帮李小夏改的 你也就怎么帮我改改呗 人家写了几千个字 他想表达什么 想要干什么 都写得很清楚 你这二十多个字还都不能用 我怎么帮你改啊 改不了 那依南你要是看实在改不了的话 你再帮我写份好不好 是你要申请选调到区委 还是我申请啊 你这想要表达什么 你想干什么 再加上你以前的经历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怎么帮你改 夏依南 你不帮我是不是 你都帮李小霞了 你为什么不帮我呀 咱们三个都是朋友 你要帮你就都帮 你帮他不帮我 上吊到区委的名额就一个啊 你帮了他你这不是明摆着 想让他上吊到区委 让我落选吗 陆百霖 你怎么说话的 人家小霞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 我只是帮他改一改润润色 举手之劳 你这二十多个字 我怎么帮你改 你不帮我是不是 那你就得帮我 凭什么 我凭什么就得帮你 我欠你的 你就是欠我的 那我哥天天上门给光明哥哥按摩 一分钱都没收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欠我们的 我是欠陆医生的 将来我一定会还他 可我不欠你陆百霖的 这事我帮不了你 别着急 就别着急 嫂子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人这这 对不对 是不是 你 你给我进来 你去 我去 老三 你干吗 嫂子 算我求你了 你就帮百霖写一份行吗 自己事情自己做 他要是连申请都写不好 他想去区委 去那儿他怎么工作 不是 咱先不说这个行吗 嫂子 你帮百霖写一份 百霖说了 只要你帮他写 他就跟我好 这怎么可能 真的 嫂子 他说了 只要帮他选进区委 他真的跟我好 你能不能用点脑子想一想 他现在对你就是这态度 等他去了区委 他还能理你 那肯定会理的 嫂子 算我求你了 你就帮他写一份吧 好了 嫂子 不是 嫂子 要不这么着 就这一次 你再帮我一次 如果要是不行 我就彻底断了这念想 行不行 二嫂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帮我吧 这样 从现在开始 到你写案为止 家里所有家务活 我全包园行不行 什么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我全来行不行 一码归一码 就算我不帮陆柏林写申请 这家务活 你也有责任分担 你去跟陆柏林说 我不帮他写 让他找别人去吧 别呀 嫂子 嫂子 这样 你就全当是替我二哥写 行不行 什么叫替你二哥写啊 嫂子 你是不知道 那百灵以前是我们家邻居 对 二哥对她特别好 从小把她当妹妹一样对待 只要她来求二哥 二哥肯定帮她 解决任何问题的 嫂子 如果二哥现在好好的 肯定会帮她的 二哥 二哥 你要醒着该多好啊 没准你能帮我劝劝嫂子 劝她帮百灵的忙 那帮百灵的忙 不就是帮我的忙吗 是吧 二哥 行了 行了 起来吧 我帮她写行了吧 真的 谢谢嫂子 我写来回来吧 来 起来吧 三哥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不是 什么 我说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个小屁孩啊 人不大点拙门事还挺多的 人生理想都出来了 你说嘛 我的人生理想啊 我的人生理想啊 就是能娶上你百龄姐姐 然后生上一堆大胖小子 完美 你呢 我的理想 是要挣钱 我要挣了好多好多的钱 这样我就可以把二哥治好 我可以让二嫂不用那么辛苦 然后 我还要有一个大房子 我一间 二哥二嫂一间 东京一间 东北一间 东北一间 这样我们就不用睡在帘子后面了 你个小屁孩 我告诉你 你这叫异想天开 知道吗 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人生最大的理想 那就是能娶上媳妇 知道吗 老三 老三 嫂子 给 写好了啊 好 写得太好了 嫂子 有了这份申请书 百龄上吊趣尾 那马上听听的事啊 我赶紧赶紧送去啊 你等等 嫂子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本来呢 这话应该你哥跟你说的 现在只能嫂子跟你说了 嫂子你跟我这儿还 你有话直说 老三 嫂子要跟你说这话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千万别多想 陆百龄啊 她心比天高 她找的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她要找什么样的人吗 什么样的人 嫂子认识她这么多年 对她多少有些了解 她曾经说过 她要嫁的男人 是一个家境好 出身好人才好 工作好的四好青年 所以她要珍惜最好的自己 不能和身边的这些苍蝇 扯上一丁底的关系 老三 这是她的原话 嫂子一个字都没改过 她把身边追求她的男同志 比喻成苍蝇 你觉得你自己在她心里 又能有多少分量 论出身 人才 家境 工作 这几点 你哪一点能让她高看你一眼 不是 嫂子那 她不是还用了我送她的手帕 收了我的卖乳精了吗 谁送的礼物她都收 老三 嫂子不是要打击你 就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别到时候付出得越多 以后受的伤害越大 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嫂子的事 我答应你什么 你答应过我 要是百灵制裁还拒绝你 你就放弃了 以后找一个踏实的姑娘 朴实的姑娘 好好过日子 这个呀 没有你嫂子 我保证这回一定能追得百灵 行了 我赶紧送过去了 嫂子 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你就能怪典才不让你 你 controls你 看你们看 报告它 你 Vadでしょう 我想今天 大家可以做到的 这里很大的 比 Felicia 我从来可以继续 我们做完 你这么加的 哪个平衡 这种里的 我的前面 出去向了 没有了 哥 就是一个一直追求我的男同志吧 请追你的人上交吃饭 头一回啊 哥 我最近不是在申请 那个上调到区委吗 他爸呀 就是我们厂的副长长 没准到时候就是他 审核这个资格呢 你要这么想 可不太好啊 哟 来了 来了 你赶紧进来吧 快 来 陆医生 你赶紧进来吧 您不知道 百灵呢 是我们宣传队里 最突出 最拔尖的 我这妹妹在文艺上 是有点特长 像他这样的人才啊 带在我们厂里的宣传队呢 那是取材了 所以我觉得他就应该去 区委宣传部 那儿才是百灵 发光发热的地方 冬明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万一要是没选上 可就丢人了 不会的 我都问过我爸了 他说呢 基本上啊 男的就定我 女的就定你了 我都问你 百灵 要是咱们俩 能一起掉进 区委宣传部的话 那咱们俩就是一对啊 选他再说呗 哥 你愣着干嘛呀 你张不然吃饭呀你 快 吃饭 吃饭 好 都给你尝尝 我的手艺 那个 白灵 我的心意呢 你是知道的 那什么 正好今天哥也在 我 谁啊 你 白灵 申请书我早就写好了 我这回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你这回一 陆 陆医生 那个 百灵在家吗 在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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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不是 白灵 白灵 那个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们你怎么来了 白灵 那个 申请书写好了 我刚才去你宿舍找你 你不在 我猜你应该在你哥这儿 我就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是 是吗 我看看 来 这个光灵 你先坐会儿 写得真好 白灵 白灵 我没骗你吧 我嫂子她也 谢谢你啊 彭光荣 不行 改天我再请你吃饭吧 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 再见 不是 白灵 你答应过我的 我答应你什么了 这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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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来来来 坐着一起吃饭 坐一块吃饭 谢谢陆医生 来 来来来 我都没动过 你先拿着 一块儿吃啊 谢谢 谢谢 啥玩意去 来吧 熊牛 来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投篮啊 好 走你 来 走 来 走 这叫投球 知道吗 天真空 你解释打得太好了 快行了 天真空 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天真空 我少得你这么齐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那天就是给他们 改了门子 我不小心做漏嘴了 我说我没听话 我先天说 我 我不 小小小 小小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你一天你说那句话 有意思吗 我是怕坏了你那名声 你知道吗 不在乎 是 你不在乎 你什么都不在乎 我在乎 天真空 我少得你嫌弃我 嫌弃我是死团来的 做不来普通话 我不嫌弃你 我真不嫌弃你 你看 我欢迎你 小妹妹 是不是 你来我家 你没地方住 你住我这儿 没关系 但是咱们说清楚 有一就是一 有二就是二 是吧 我不会结婚 我也 不 不 不会领证 又又哭啊 来呀 队长 来打球啊 不打了 哎呀 小带家 咱 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我我我服了 我服了啊 我服了 这事就算了 咱你以后不 不许再 再说这种事了 听见没有 我不得说 保证不得说 不行 不得说 保证不得说 我怎么再说啊 我再给你强调一次 我不会结婚 不会领证 听见没有 听嘛 你不不领证吧 你不不结婚嘛 你怎么猫着 你不领证 把个球袭就夺了 你不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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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不不不许再说这个事了 知道吗 你不领证 你记住啊 我现在是不能娶媳妇的 你住我家可以 但是各处各的 你井水也不不放河水 不得烦 保证不得烦 天津工 你怎么还现在不娶媳妇 跟你说说说不着 反正你现在也在车床厂了 是吧 虽然岗位是在食堂 但是不能松懈 得拿出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的态度 明白吗 把你那个川菜的特色做出来 为我们广大的工友 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 没问题 还有 你有空多去我大哥家 看看嫂子那儿 有什么忙要帮 是不是 我嫂子可是个好女人 她太不容易了 有什么意义 没啥子 没啥子 包子完成的我 好 好 东北 你二婶呢 二婶在屋里呢 写作业去吧 妈 你来了 来了 怎么样 今天 姨 姨 我看还那样 彭光明啊 你打算躺多久啊 你个大老爷们 就这么躺着甜甜的 这么大一个家 就让你媳妇一个人 在这撑着 好意思 害臊不害臊 妈 你少说两句吧 下个月 下个月她一定能行 下个月 我看十个下个月也未必能行 妈 好不容易来一趟 就来给我泼冷水的 你还说对了 我就是来给你泼冷水的 行了 妈 你就不能给你女儿水了 就好听的呀 鼓励鼓励我 好听的 来 过来 好听的没有 好吃的我到时候带来了 东北 来 来 来 糖 快给你俩弟弟分 我是四叔 对 你是四叔 给你四叔 还给你弟弟分一下啊 你四叔就是长辈 你还跟晚辈一块儿蒸糖吃 害臊不害臊 好吃的我就不害臊 谢谢奶奶 不客气 这上海水果糖 可好吃了 这是马安全哪 跑车从上海带过来的 他妈呢 让我带给你 谁 马安全 马安全是谁啊 你怎么这么结枉呢 马安全 就开大货车那司机呀 就这个 妈 你拿人家糖干什么呀 不是我拿的 她妈非给我 这是人家马安全家的诚意 我跟你说 她妈这人真好 你看 人还没见着呢 先把李给带过来了 她妈那人哪 心善 你要是嫁不去 你肯定受不了委屈 妈 你说啥呢 行行 还出去出去 不用 还出去说啥呀 这话不用被人 你坐下 不用被人 他们听不懂 潘光荣 你答应过我 让你嫂子帮我写申请 我也答应过你请你吃饭 那今天这顿饭 你就算是吃了啊 咱们俩两清了 不是 白玲 咱俩不是说好的 单独吃吗 谁 谁跟你单独吃饭呀 你别痴心妄想了 你不是说的 你不想要好吗 你自己的犯法 我现在不想要好 你自己的犯法 我曾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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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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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宣传部以后 就不会有餐饮飞过来了 白玲啊 你听着啊 还有你们俩 你们都听好了啊 这个谈朋友这个事啊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勉强不得的 白玲啊 不喜欢谁就拒绝谁 你听着 说话不能那么难听 更不能利用完别人 再侮辱别人 哥 哥 不是你说的那样 是他自己找上门来 非要帮我 然后还死皮烂眼地 非要追我 也不看着自己 配不配得上我 白玲 我条件可能是配不上你 可是你单身 我也单身 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你 我凭什么不能追求你啊 那好 彭光荣 我告诉你 等我进了区域宣传部以后 我就跟刘东明统治在一起 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我看你 我看你 妈 当孩子也别乱说了啊 这东西说好 以后啊 不许到咱们家来提这事啊 你看人马恩权 这人挺好的 你 你要嫁过去 你肯定不能受委屈 你瞧你现在 过着这叫什么日子呀 这叫 东京 东京 把汤做了 把汤做了 以后四处挣了钱 给你买一屋子汤 黄奶奶 这糖我们不吃 怎么了 怎么就不吃了 我们就是不吃 二水是我们家的 谁也不许抢走 放心 抢不走抢不走的 谁都抢不走 放心 妈 妈 那个 天黑了 那不你赶紧回去吧 和您 我走 这事又不许再提了 快回家 不 我提 我提 我就提 怎么了 我非提不可 什么事呢 妈 天黑了 你路上慢点 注意安全 我就不注意安全 吃吧 就当是奶奶给的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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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 你不会走吗 二嫂 以后我保证听话 你们呀 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肯定不会走的 我会守着光明 等她醒过来 也会陪着你们 等你们长大 我们是一家人 吃吧 我来 你快点 吃吧 我快点 自己把心放肚子里 我们要保证 词曲 李宗盛 二秒多 回你进来 坐 哥得跟你谈谈啊 谈呗 我听你的意思 你想好了 要跟刘东明在一起啊 谁要跟他在一起了啊 你刚不自己说的吗 等调到区委 你就跟他在一起 是吗 哥 你傻不傻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是我们刘副厂长的儿子 那他要是能帮我说几句话 我选掉的名额不就落实了吗 那等我到了区委之后 谁还在乎他是不是长长的儿子呀 到时候也许有更好的呢 白铃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这样 哥 你跟我喊什么呀 我怎么不能这样了 你让彭光荣给你写申请 让刘东明给你保名额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在利用人家感情 你在欺骗人家感情 你知道不知道 哥 我是拿了枪指着他们了 还是拿刀架着他们了 我怎么就欺骗他们感情了 这是他们自愿的 什么叫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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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明天给我找他们去 你跟我说清楚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会拒绝人家 我不去 你必须去 我说了我不去 白铃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去 我这灯哥的再不管你 再不理你了 知道不知道 你不理我 我还不想理你了呢 我不理你了 我不理你了 我放了 白铃你给我回来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啊 你看啊 在这边加上4 等号的另一边也加上4 然后呢 两边一抵消 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明白 四叔 你是二年级 人家彭铃青才一年级 他都听明白了 你怎么还没明白啊 彭铃梅 我是你四叔 你就不能客气一点 有没有点礼貌 你再给我讲一遍 你还知道你是四叔啊 你这个四叔 我读书都不如侄子侄女好 丢不丢人哪 我知道 这不是彭铃梅没讲明的吗 彭铃梅 你再给我讲一遍 那好 那我重重再给你讲一遍 你可听好了啊 在这一遍加上4 另一遍加上4 来了 陆医生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那请进去 好 来 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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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叔叔 陆医生 有什么事啊 ooh 东美 你带他们进屋写作业 啊 吃饱呢 你坐吧陆医生 对 吃饱嘛 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同意你家蓬光荣做我妹夫 你让她别在百林身上浪费时间了 这个事 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我也不同意 怎么你又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好啊 原来都是你们捣的鬼啊 怪不得百林不喜欢我 都是你们在百林面前说我坏话 是不是 你们都什么人哪 老三 陈教授 陈光荣 您也看见了 百林她选的是刘东明 你还是好好工作 多帮帮您二嫂 我们家事用你管哪 你是不是跟那宋凯军一样啊 有事没事想到我们家插一缸吧 你是不是欺负我二哥还踏床呢 老三 你胡说什么呢 陈光荣 我只是不想让你浪费时间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再见 陆医生 我送送你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我送送你 来 看什么看 都赖你们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个百林心也可真多 是啊 当着蓬光荣的面 我也不便多数 我是百林的哥哥 我替她向你们道个歉 你道什么歉呀 人各有志 百林有她自己的追求 也可以让老三早点死心 这样挺好的 林锦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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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 杀得没眼睛了 我不信 还信不信 我告诉你啊 别告诉个多没东西了 小心我揍你了 我不说 我不说 三哥 是不是因为百灵姐姐 什么百灵姐姐 我是因为 因为二哥婚明那么多天 我心里难受 我不信 东梅这么说我信 三哥你这么说我不信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 睡觉